日前国军传出 某军司令部的一个黄姓士官长 为了太太开音乐教室要节省支出 竟然偷窃军中的大量文具 供太太的音乐教室使用 后来被合伙音乐教室的友人发现 这个士官长多次运用黑色垃圾袋 里面还装着各类文具 合伙人好奇地询问 这些文具都是从哪里来的 这个士官长竟然不讳言直接说 这些都是部队拿回来的 要给音乐教室使用的 这个士官长在国军的高师单位服务 又是一个士官长接的人员 竟然做出如此夸张的偷窃行为 实在令人不迟 在我之前的影片当中 也有跟大家特别说明 在军中最容易被吸出的物品 就是文具 才不到几个月后 国军马上就爆发了这个案子 当过兵的人都知道 我影片中所提到的都是真实的案子 你国军要装睡觉不行 也不想针对我提出的事实 去做防范或改进的话 我也没有办法 我们也只能等待更多的军纪案件发生而已 这个案子发生在高师单位 我一点都不感觉到惊讶 为什么呢 因为高师单位的经费多啊 要购买大量的文具 那真的是太简单了 也再正常不过了 所以要轻松的取出一大堆文具 不是件难事 也不容易被发现 你哪天如果在军职人员 小孩的铅笔盒当中 看到了跟办公室采购一样的文具 你也不要太过惊讶 就是有人会把国家的东西 很自然的拿回家去使用 很多人或许会问 难道国军的文具库房 都没有人在管制吗 当然有啊 国军的每个库房 都有负责人跟代理人 库房也设有人员进出管制登记簿 和物品吸出登记簿 进入库房需要由负责人陪同 并确实填写布册 但是高师单位每天办公的时间都不够了 你觉得负责人会陪每个要领文具的人 一起进入库房吗 我想大部分的负责人是不会这样做的 大多都是钥匙给你 你自己去拿需要的文具 你多拿他也不知道 他也不会特别去管制 长官也不会问 反正消耗品嘛 没有了再买就好了 所以才会有那么多人很轻松的 把军中的文具带回家 因为根本没有人在管 不拿白不拿 曾经我单位里面的一个同事 就是看不惯一堆人 一直拿军中的文具回去 但是又找不到这些人偷拿的证据 手机也被锁了MDM 不能拍照摄影 更是增加了取得证据的难度 只知道库房的文具不正常的减少 后来他终于逮到了一个机会 有一个女士官长利用部队的龚文峰 来寄送他自己的私人信件 龚文峰清楚印有单位的信箱号码 就是画面上这个信封 我这个同事还特别跑到搜舰人家去 只为了拍这个信封 拿到照片之后 他马上跟指挥部的监察官反应 监察官竟然说 就一个公文峰而已 有需要那么大惊小怪吗 他奔而直接向政战主管反应 主任也答应了说要去查 结果最后查了两个星期 跟他回复说查无不法 所以某军司令部要去查这个黄信寺官长 你们觉得会有结果吗 其实我觉得国军现在的心智待遇真的算是不错了 为什么还是有不少人要把军中的物品带回家使用呢 我觉得就是一个字 贪 那为什么他们敢这样做呢 他们难道不知道这样是犯法的吗 他们当然都知道 只是军中的管制作为太差了 大门也不可能对每个人做彻底检查 要调查也调查不出什么结果 就这样让那些有心人士 可以非常轻松的吸出这些物品 国军一定要想个办法杜绝这一类的事件 不要浪费我们纳税人的钱 以上是我针对把军中的文具带回家 这简直是轻而易举的分享 就提供大家做参考啰 如果大家对国军基层各项事物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 我会尽力为大家解答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麻烦帮我按赞订阅并分享我的影片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订阅 打赞订阅 不 不 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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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